好继续带你看到位在花莲市郊的左仓步道 距离市区景使用率也是越来越高 假日常见乡亲或者是游客室前往 那么花莲先议员张美慧接获民众的陈情 希望能够改善公厕以及观景平台的措施 那么透过立委范云的协助向花莲领馆区来反映 13号实地步行会刊 综合座谈双向交流 那么领馆处同意将改善老旧的公测设施 以便山友使用 那么有关观景平台事宜将纳入整体规划评估来处理 不少民众与山友表示 全程3.95公里海拔高度70至495公尺 位在花莲市郊的左仓步道 公测老旧破损又缺水 对于女性山友更是逐多不便 花莲先议员张美慧透过立法委员范云协助 向花莲领馆处反映 13日上午协同花莲领馆处长黄群策 现议员林哲师 市民代表欧艳志等人 连同陈情山友 透过全程实地步行会刊 综合座谈 要协助山友能有个更安全事宜的观光步道 这个步道非常多的县民在使用 我的认识的很多的好朋友也都会来这边走 所以它使用力非常的高 使用的人口也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一些相关的设施 我们最近就接到有民众的反映 希望在公测水的部分 还有公测可能维护跟修缮的部分 希望花莲领馆处能够改善 尤其很多的山友 使用这个步道的是女性的朋友 那这个上厕所的部分 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的问题 需要解决 另外就是观景平台 希望在第二个观景平台 因为之前因为有用到这个元宝地 所以它拆除掉 那山友希望能够恢复 这个观景平台 让大家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休憩 这里的中间的休憩点 所以我们就特别请范芸委员 一起来帮忙 那因为这是花莲领馆处的全责 希望领馆处能够考量到 在花莲这么多人使用的 这个亲近可及的这个步道上的设施 的维护的改善跟增加 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 休憩的一个环境 我想这也是政府能够照顾大家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作为 那希望也透过互相的 双向沟通跟交流 让大家能够皆大欢喜 民众所承请的意见 其实我们领馆处都会把它接下来 纳入意见 那能够做的 我们就会马上去执行 那有些地方是因为有涉及 所谓的土地法规 跟相关的那个地址条件 想说比如说他想要做 重新做一个凉亭 他做一些平台 或者是那个3K厕所要重建 这部分因为涉及相关的法规 跟整体规划我们最后会纳入 整体的那个民众的意见 先去做对左仓做一个比较好的 完整规划 然后其实各个意见 所有成型人的意见 他们其实意见也很分歧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些意见 我们把它终整之后来请专家 或者是请一个规划案 让他有一个最完整的一个规划 然后把最适当的设施 设在那个某一个最适当的一个位置 第三个就是目前所做他们所讲的这些 像说厕所的修缮 跟那个目前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一定会马上去做处理 那唯一就是现在跟大家做说明的 其实我们对于左仓步道的这个尾管 其实是非常 就是我们已经很尽心尽力在做努力工作了 那像说3K的厕所 我们其实是必须要用人为去做这些相关运水的 这些相关的设施 那每天每年的这些像大水来 我们必须要去清这相关的路面 或者是我们这些的水沟 所以这些工作都是很 必须经常性的围管工作 我们也持续去做办理 希望是未来就是希望说朝向 让这个地方在民众使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 能够来好好的使用这条步道 经由实地会看河综合座谈 花莲领馆处同意整修三公里处老旧破损公厕 建立改善目前以水车补给厕所用水量不足的问题 避免周末或假日更多民众无水之苦 至于新增观景平台 领馆处表示将在争取经费 进行先期规划 而有民众担忧在第一观景平台上方 巨石崩落的潜在危险 领馆处也同意进行风险评估 检判左仓步道成为兼具历史 人文观光休闲的花莲代表性低海拔景观步道 记得蒋帮燕修林商报道